哈囉,我是阿滴,這是兩分鐘英語教室 今天就是母親節,除了 Happy Mother's Day 之外,還能跟媽媽說什麼呢? 你還不知道要在母親節卡片上面寫什麼嗎? 該不會是 Thank you very much 吧? 就讓阿滴來教你五句會讓媽媽熱淚盈眶的感恩家劇 1. I have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 這句話就是在說媽媽是全世界最棒的媽媽 不過這也蠻不客觀的,因為全世界你只認識一個媽媽 不過媽媽看到應該還是會蠻開心的 I have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媽媽 2. All I want is to make you proud 這句是跟媽媽說作為兒女的你們,想要努力的讓她感到驕傲 也可以完整的說 All I want to do is to make you proud 我人生的願望就是能讓你驕傲 3. No words describe how important you are to me 這句話是當你慈窮沒有話講的時候,還是可以講得很感人 意思就是說什麼呢?沒有任何的字句可以描述你對我有多重要 No words describe how important you are to me 言語無法述說,你對我多重要 4.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這句話是再度的用全世界做比喻 比喻呢媽媽就像是世界一樣重要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5. I am who I am because of you 這句話字面的意思就是因為有你才會有我 就是在感謝母親過去的栽培與養育 I am who I am because of you 你造就了現在的我 那前幾句都是比較感人的,我們最後來看一個比較搞笑的 Happy Mother's Day from your favorite child 母親節快樂,你最喜歡的兒子或女兒敬上 那學了這麼多之後,你今年要怎麼寫你的母親節卡片呢?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有趣教學,歡迎來到阿滴英文的臉書粉專 那我們就下次見,bye